所以它跟 V1 指的是同一個版本 就是相同的內容 所以基本上據的其實也是一種 object 的 database 當然這個 object 跟我們物件導向 object 的意思不太一樣 它就是有一個叫做 commit object 指向 tree object 然後 tree object 下面又有放內容的 blob object 所以它大概的如果你用 graph 的概念去理解的話 大概存下來的東西會是這樣子 好 那我們實際來 game 看看 說 Jitter 是如何放我們的檔案的 好 那我們首先我們先建立一個專案 叫做 demo 好 好 那我們首先因為 Jitter 是分散式的嘛 所以我們可以在本地就有一個完整的 Jitter repository 所以我們打 Jitter in need 好 接下來我們塞一些檔案進來 說 hello 塞到 hello.tst OK 那我要打 Jitter add OK 那這樣子我們 Jitter 就把它塞到我們的 Jitter的 repository裡面 那它這裡會有一個隱藏的目錄是 點 GIT 那我們來看看點 GIT 目錄底下有什麼東西 這是點 GIT 隱藏目錄下面 有一個 Jitter 目錄叫做 objects 然後底下面有一個很長的檔 又有一個 Jitter 是 CE 然後後面有一個很長的小碗 對不對 那這個小碗其實是 它是拆開來的 這兩個加起來是 40 mass 的小碗 它是取前兩碗 CE 當作一個 Jitter 目錄 OK 那這個小碗是怎麼產生出來的呢 它其實是內容的小碗 也就是我們可以直接把它算出來 我現在把它 print F 就是 這是它的內容啦 就是前面是它是一種 blob 然後空格 這裡 hello 有沒有看到 是我們剛才的檔案的內容 然後我們把它丟進小碗去算 那這樣算出來這個小碗 就是我們剛才在目錄裡面看到的 這個小碗是一模一樣的 好 那 Jitter 也有提供一個 直接的指令 讓我們直接去算這個結果 比如說我這邊寫 echo hello 然後 Jitter Hedge object 然後我們從 standard input 丟進來 所以它這個算出來的結果 CE 0136 就是我們實際 在那個 Jitter 隱藏目錄裡面的 這個小碗是一模一樣的 這個人 這是它實際存的位置 這是我運算出來的結果 其實是一樣的 那 Jitter 裡面有一個很好用的 低階的操作 是 Jitter CAD file 那你可以去把 SHA-1 丟進去 那它就會告訴你內容 OK 它就 當我去 Jitter CAD file 然後這一串 SHA-1 的時候 它就告訴我說 在我的 Jitter database 裡面 它的內容是 hello 這樣子 好 所以圖解來看 我們就是有一個 blob的 object 它內容是小碗 那它存在我們檔案系統上面實際名稱 是它內容的小碗 也就是 這是它實際的位置 Digital object C1 0136 8888 那 blob object有什麼特性呢 那我們說 Jitter 是一種 content content 就是它 它的儲存法是用內容來去定位的 它這個 blob是沒有 metadata的 它裡面沒有檔名的資訊 就是這個 blob object 裡面只有存 hello 的內容 那它的檔名是什麼 是不知道的 那 它裡面的 存出來的檔名 它是根據內容去 SHA-1 重新產生過的 那它這樣有一個特性就是 如果內容一樣的話 那根據那個 SHA-1 演算法 就只會存成同一份檔案而已 就不會浪費空間 這樣 那我們來看看 儲存目錄會怎麼樣 write tree 那當我打 Jitter write tree 的時候 它就會產生一個 tree object OK 那這 tree object 的內容是什麼呢 我們一樣用剛才學到的 Jitter cat file 那這個指令 如果大家 所有今天教的DJ指令 只想要記得一個的話 我推薦你可以記這一個 cat file 然後你把這個 SHA-1 丟進去 OK 這個就是這個 blob的內容 這個 tree 這個 tree 的內容 那第一個是 01006-4 是它的 fire mode 也就是一個普通的 不可以執行的檔案的意思 然後它是一個 blob 然後這是那個 blob的 SHA-1 這才是那個檔案的檔名 哈囉 就是這個 SHA-1 代表的內容的檔名 是 哈囉.tst 所以呢 那圖解上來看 就會是我們 我們新產生一個 tree object 裡面有 11006-4-4 blob 然後裡面有一個 內容的 SHA-1 ce0136 指向的就是 另外一個 blob的物件 是ce0136 那它實際的檔名 是halo.txt 這樣子 那這個 tree object 實際的檔案名稱 就是這個內容的 SHA-1 它又產生存成一份 這個也是在我們的 object database裡面 好 那我們來試著再 多新增一些檔案 比如說我新增了一個 holla.tst 然後建一個目錄 產生一個目錄 然後 然後 也是打 G的add 重新加到 我們的StageAndArea 然後G的WriteTree OK 我這時候又產生了一個 新的tree object 那這個tree object的內容是什麼 因為我多加了很多檔案 對不對 我多加了一個子目錄 跟一個檔案 所以這裡現在有三行 第一個行是 040 000 這是一個tree 就是這個tree 裡面還有tree 這是它的子目錄 然後這個子目錄的名稱 是Costop 然後我剛才多加一個檔案 是holla.txt 好 那tree裡面有tree 所以我們可以再把 這個 所以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 我的子目錄tree的 shout1 那這個內容是什麼 我們再tfile一次 那 我底下放了一個boncho 這樣子 好 所以它的內容會是 它的結構就是這樣子 我有一個根目錄的tree 裡面有三個東西 第一行是 它是一個子目錄Costop 指向的另外一個tree 這樣 那另外兩個檔案是 holla.tst 是這一個 另外一個是holla.tst 裡面是空的 因為我剛才只有touch 我裡面沒有內容 好 那上面這裡又有一個 我的子目錄裡面的tree 裡面有一個boncho 裡面有一個169d12 它其實指向的是這個 也是 沒有 沒有內容的那個檔案 所以它其實是 這個檔案會是空用的 所以tree object有什麼特性呢 那 gitter它就使用tree object 把blob跟子目錄 把它組織起來 那 這是因為blob object裡面 並沒有剛才提到說 它裡面沒有檔案名稱的目錄結構 所以它就用tree object來表示 那 tree object的那個 存在gitter裡面的檔名 也是一樣是根據這個內容產生的 就是這個內容 它把這個內容 又再做消完 就會是這個tree的 存在我們gitterdataface裡面的檔名 好 那我們來進到tomet 那 我們剛才的tree 最後得到的這個tree 是這個消完嘛 對不對 那commit的時候就是把這個tree的消完給它 commit進去 所以gitter commit tree 然後 把這個tree object的消完丟進去 然後訊息是什麼 所以 當我commit tree的時候 我就又得到了一個消完 那這個消完是什麼 這個消完是我commit object的消完 那我再去cat file 這個commit object的消完是什麼 OK 那這個就會是 commit object裡面的內容 這個commit object裡面說明了 它的tree指向哪 它的根目錄的tree是哪一個 它的作者是誰 集點的時候commit的 然後還有commit的message 下面是commit的message 好 那 所以我們實際看 如果用圖結來看的話 就是我們多了一個commit object 裡面有一個 一個 更目錄的tree指向的117A6 是指向直到這裡 OK 裡面有作者 還有訊息這樣子 好 那如果我們再次遞交會怎麼樣 那我們來修改一下檔案 第二隻commit 第二隻commit OK 那我就會得到 呃 這個是他commit的消完 我再修改一次啊 我再修改一次啊 那這時候跟剛剛不一樣的是我們多了一個parent 就是這一次 我當我多次commit之後 後來的commit就會有前一次commit的parent紀錄嘛對不對 所以我就在我的commit的object裡面就多一行是parent parent的commit是消完是什麼 所以呢 嗯 這是我最新的第二次的commit 那他就會多一行是parent 他是parent的指向前一次的commit 那他也有自己的tree root tree指向的是這個 這樣子 好 commit object裡面記錄了root tree的消完 記錄了parent的commit消完 記錄做的時間等等 那 commit object那個檔名也是一樣根據內容產生的 就是根據這個內容 這個內容 他又 如果要再去消完一次就會是實際存在 點git database裡面的實際的檔名 所以大家來複習一次整個git command的流程就是 我們首先 我用內容產生了一個blob object 然後我根據fire mode跟blob的小腕跟fire name 我把它寫到staging area裡面 然後我再根據staging area 產生一個tree object 再用root tree的小腕跟parent的committed 小腕產生committed object 然後再用 最後有一步我剛才沒有提到的是 我們用committed object的小腕會不會根據 去更新那個master 目前所在的branch的參考 好 所以剛才的測驗解答就會是 如果你不用git add跟git command的話 首先我會做 我先用git hash object把東西給hash化 然後寫到git database裡面 接著我用update index去更新我的staging area 所以這兩個指令就是git add 然後接著我write tree 然後把這個tree command出去 最後我去更新master的參考 這就是git command做的動作 那這個當然 當然你平常做事情不會這樣做 這就好像你寫call一樣把鍵盤拔掉一下 不過就是了解這件事情是蠻有趣的過程 那剛才有一個還沒有提到的是 就是在git裡面還有一種object是tag object 那tag object是 因為其實在git裡面做tag有兩種方式 一種是 一種叫做annotate的tag 就是它會 當你下這種tag的時候可以寫message 比如說git tag為 那它就會跳出來讓你寫committed message ok 那這時候就下了一種tag 就下了tag 是release 好 那 那這個tag object它也有sha1 那它的sha1是什麼 那有一個dj指令是 iev pass 它就會去找說這個名字的sha1是什麼 所以我得到了這個tag object的sha1是aaae 然後記得cat file 我再去觀察一下它的存 實際存到底是長什麼樣子 所以這是它tag object的內容 它首先 它裡面也有一個sha1指向是哪一個committed 然後它是tag是什麼 然後taker是誰 這樣子 所以這就是tag object 那所以 這是tag object裡面指向了一個committed 那當然這個tag object的實際存在git database的檔名是什麼 當然就是這個內容再下1 就會得到它的tame 這樣子 所以一個小小結論 就是git裡面的四種object 就是blob tree 跟committed 跟tag 好 那另外一種 比較簡單的format 叫做reference 就是只有單純一個檔案去記錄那個reference參照 那比如說是tag branch 或是head reference 好 那 像 單純的tag reference的話 就是沒有加 沒有加 沒有加那個-a的 比如說我這邊打取的tag temp好了 那這時候就會多了一個reference 是tame 那它實際存是什麼東西呢 我們看一下 在.git的隱藏目錄下面有一個目錄叫reference 裡面有一個tag 裡面有一個tame 這是一個實際的檔案 那我們看這個檔案內容是什麼 很簡單 它這個檔案的內容就是存了一個shower 那同理我們可以去看head 就是 head也是一個reference 那我們看看head的內容是什麼 head 它是放在git的目錄下面的第一個 那它告訴我head這個reference指向的是master branch 那我們看master branch是什麼 所以當我去cad這個檔案的時候 那其實這個只是 目前最新的 我所在的那個branch的最新的commit而已 所以圖解來看 剛才那個tag 它其實就是一個檔案 裡面有shower once 像某一個commit 那branch跟head的reference就是 那branch特別跟tag不一樣 就是你每次commit的 它就會去變更那個preference到最新的 那head指向的是 你目前在哪一個branch 那這兩個我剛才有demo過 所以我有一個head 裡面指向的是master 然後所以它指向master 那這個master 是一個小 裡面有一個小碗指向 我目前在哪一個commit 目前在哪一個commit 這個branch在哪一個commit 所以呢 如果我們在branch上面 要產生新的commit 假設我們目前在master 在這裡 然後我有一個新的commit 那jitter就會去更新 這個master 從這個參考變成這裡 這樣 所以這就是branch 它會自動的去更新那個reference 所以如果開新的branch 會是怎麼樣 比如說打jitterbranch develop 所以它就會開一個新的參考 新的reference參考 比如說develop develop也是指向同一個commit 那如果我要切換branch 怎麼辦 因為我們現在所在的branch 是head head表示我目前在哪一個branch 它目前指向master 我如果切換branch 它就去切換這個參考的節點 從master變到develop 我就切換branch了 那合併branch又是怎麼一回事呢 假設我們現在左邊已經有分岔了 左邊是master 右邊是develop develop 當我去做合併的時候 就會產生一個新的合併的節點 新的commit的節點 那特別是它會有兩個parent 只是這裡有兩個parent 分別指向這個跟這個 那另外一種合併情況叫做face forward 大家可能在操作曲折的時候 會看到這個字眼 face forward是什麼意思呢 假設我們現在這個情況 它沒有分岔 左邊是master在這裡 右邊是developer比較新的 這時候如果你想要把developer 合併進master的話 那它會做什麼事情 它只是把這個參考 從這邊搬到這裡而已 就是我們要做的事情是 developer合併進master 那Gitter做的事情只是變成這個節點而已 所以它給它一個名詞叫做face forward 因為它不需要產生merge的節點 因為沒有complete 它只是移動參考而已 那下一個比較有趣的問題是Gitter是如何進行merge commit 那它裡面的方法也算法叫做3-way merge的動作 那3-way merge就是說除了要合併的兩個檔案之外 它也加上兩個檔案的共同圖先來去做這個演算法的處理 那有3-way就有2-way 那2-way merge就是只用兩個檔案來做和平 比如說solvergen就是 預設就是用2-way merge 那這樣講可能不是很清楚 那我舉個例子好了 假設我們現在有兩個檔案A跟B 那它要進行merge好了 左邊A跟B要進行merge 左邊的內容是12 右邊是1234 那我要進行merge 那請問它的內容是 應該有12 12 那後面是34 這個其實要是quition mark 其實是complete 你需要人工去判斷 這個可能是只有3 可能只有4 或者是34 那為什麼呢 如果我們來做3-way merge就會比較清楚 假設我們做3-way merge的話 我們會先找出AB的共同圖先 我們找到它的 因為commit會知道它的主線嘛 對不對 好 我們知道它的主線是123 所以我們就可以知道說 OK 它變到A的時候 它是把3扣掉 它到B的時候是把4加進去 所以當我們做合併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知道答案是124 因為 你把3扣掉嘛 把4加上去 所以是124 所以jitter就會正確合併出正確的結果 那如果只有2-way的話 其實是 你是不知道這個結果的 就是要人工去看 這樣 這就是為什麼說jitter的合併 你會覺得它很聰明的原因 好 那 conclusion 所以有幾個特點 其實jitter的內部的結構 其實跟linux的fire system有蠻類似的 也是有檔案 也有目錄啊 但是 不一樣的是 它jitter的fire system的設計 它是 你是一直把東西累加上去的 你是不會把東西砍掉的 那 另外就是 blob的object 它是沒有 meta data 因為它的meta data 是放在tree上面 第二個特性是 我們的reference 是很trip的 所以我們開心 那point其實只是reference 是非常 非常沒有cost的事情 所以它不像 有的 version control 你開分枝 它就整個 檔案就copy一份這樣子 是非常耗費資源 好 第三個特性是 integrity 那我們知道小1其實就是內容的check sum 所以如果你檔案的內容有損毀 那 它的小1就會不一樣 就會變更 你的tree裡面的檔名 如果有偷偷改掉的話 那它那個小1就會不符合 就會被發現 那事實上 你的head指向的那個master小1 就是整個reference 的check sum 所以事實上 因為 我們的tree object裡面也有blob的小1 committer裡面也有tree的小1 它的內容小1是一層一層算上去的 所以只要你任何的 你發覺裡面任何一行 一個blob改了 你連帶所有的 這樣推上去的commit的小碗 都會是不一樣 所以就 這樣可以算出來說 這個integrity正正確 那這在分枝式的系統 就非常重要 因為 每個開發者都有一份完整的版本 你當然不希望說 傳來傳去的時候 東西被人家串改掉 對 那有了check sum之後 就可以知道這件事情 確保這件事情 好 那distribute 那當然就是git它是 分枕式的 就是在你本地端就有完整的 所以 就算沒有 網路也可以操作 那也不用耐心備份 因為每一個都有一份 那 開源專案也特別適合 就是 比如說你開一個reference 誰有權限可以committ的 那 因為它是分枕式的 沒關係嘛 你就fork就好了 那 它也可以支援多種的工作流程 這樣子 好 那 最後結論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句 就是git發明的 Lena Torres的一句話 他提到說 好的 程式設計師 跟不好的 程式設計師 就在於說 他考慮他的程式碼 跟他的資料結構 哪有比較重要 那他覺得說 好的程式設計師 關心資料結構 跟他們之間的關係 是更重要的 所以 這樣分享下來 你就會發現說 git它之所以設計得這麼 優良的原因 就是因為他的資料結構 真的是設計得非常完美 這樣 非常非常漂亮 這樣子 所以這是一個天才 好 那所以 這是我的參考資料 所以 演講大概就到這邊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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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問然後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